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整理节目,又到夜晚了,和大家见面,今天是4月16号,礼拜二的 那我们呢,当然啦,先由一些可能在周末的一些新闻讲起啦 因为这宗新闻都等了一天啦,我都觉得各方反应我看一看啦,先再讲啦 不是因为要从中啦,而是我想就是说呢,看一看大家有没有讲到这些重点啦 发觉大家真是呢,对于梁朝伟呢,实际上是太简单的应付啦 那当然,金像像班像电力这些这样的叫做饭仔式的一些班像的游戏呢 即是演十大劲歌金曲啊,什么什么中文金曲啊,一直到这个金像像 其实这些都是他们的业内去炒热的业度,是生意来的 亦都是呢,业内能够惠露取暖,扩大舆论力量的方式 那这些奖班出来,是不是真的好的电影与不好的电影呢 我从来都不是以这些,哪一部电影获奖 哪一首歌能够拿到的奖,而作为一个标准的 好与怀呢,其实很客观的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八尺 你格好要贴一些标签去一些人,或者在一些事件上面 说他很聪明的话呢 就是,我应该觉得,喂,那你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啦 你自己扮一个金像像,你想怎样 那你自己搞定它 这些我不评论 评论的就是什么呢 我就觉得,喂,大家香港人呢,其实呢 我会觉得大家人心不死 就是我觉得最有趣,幽微的地方呢 就是对于金像奖颁给这个最佳男主角,梁朝伟 说他做这个金手指做得好 金手指是说佳宁集团的案件啦 那我也看过啦 他做得呢,真的,我会觉得是过火的 就是好像黄征说,就是黄征说 就是黄征说,不如你,梁朝伟养了个奖,不要拿啦 那你给其他后人拿啦,后人就拿得更好,是不是 那他们,即是,张国荣,谭永伦,急流勇退,让给别人拿就行了 禮让不是义务,拿掌亦不是你的光荣,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但,我只是说,我只是讲戏,我先讲戏 梁朝伟并不是演得很好,这部电影 跟老不老没关系啦 而我认为他不算是梁朝伟演得好的戏里面 比较好的一部电影啦 你说梁朝伟是一个不成功的演员,我不可以这么说 但你不是讲到伟大呢? 即是,我是有意见的 即是,当你冲上头的时候,就开始呢 有人会讲话啦 刘家庭发表老公韦仔,付出一千分努力的伟大演员论 那这个网民就留言说,喂,讲到全港演员 只得他老公努力,那为什么你觉得人家只付出一百二百分 一百五十分的努力 你的老公呢?五百一千,二千,五千,一万分的努力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为什么人家是不是周润发,王子华,王日华 他们付出的努力 是会比梁朝伟低呢? 其他现在得奖的 比如你林保怡被提名啦 那是不是等于他们的付出努力会少呢? 你觉得廖偉雄有少到吗? 你觉得柴狗有少到吗? 即是,我会看到 每一个人,他们本身都有这个 他们努力的地方 那当然啦 爱屋琴乌,你喜欢刷你老公鞋就行 但是记住,你记得一分,走出来 老公就在德国拍片,回不到去领长 老婆刘嘉宁就在这个地方 但刘嘉宁以前的事情我先不讲 刘嘉宁在这个地方呢 代表他老公来领长 然后说到,哇,刷到鞋都穿了 伟大的演员 那梁朝伟都已经说,不是,不是,不是 那其实唱伤枉而已 就是,捧高你,然后呢 我是谦阳,离阳 其实这东西我都是 It's not a good show 这个不是更好的表现 所以很多人就说,喂,刘嘉宁 你说的老公这么厉害 是不是其他那些演员都是假的呢? 是吧? 那这个,你问我看 金手指,我就再气然气了 金手指这套电影呢 其实他是讲着陈重青的故事 就是这个梁朝伟的角色 就是做他的角色 是不是? 即是7.77年,创立佳林集团 又不断炒 空瘦肚白朗 跟着之后呢 也都借壳上市又有 跟着呢 那个,现在美国银行大楼 OK? 当年的金门大厦 怎样? 低价买入,高价卖出 淨赚7亿 这些全部都是public news 之后有诈骗 有凶案 有诈骗案 也都有呢 其他净哒哒的问题 最后就判了很多人坐交 跟着你知道 最近陈重青已经过世了 所以这件事已经概观伦定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陈重青是不是好像 梁朝伟的剧中 已经演到那么爆裂呢? 那么... 那么... sarcastic 呢? 我也是有疑问的 正如呢 你问我 梁梁梁韦 做彼豪的角色 是不是真的彼豪 即是吴石浩 当年他真是 那么爆裂 那么痴线呢? 当然了,不是 但戏剧当然是会有夸张的成分 就是夸张呢 你擅长不擅长 擅长不擅长 擅长不擅长 擅长不擅长不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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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呢 我会觉得呢 做这些戏呢 你说这种戏呢 呂梁梁韦当年做得不错的 就是那些万子梁式的东西 甚至你说 王逸华做马长弹那些爆裂的角色呢 即那些极度痴线的角色呢 他做得很好的 OK 梁朝伟呢 他做这个角色 如果你想得到你的境界的话呢 我觉得梅道白 即你不是担着那些大雪茄就可以的 是有一种气质 他做不到的气质出来 那你说你不要sacastic 你要老老实实地做 他在梅道的位置 他是两个之间 你不是颠到别人印象深刻那种 也都不是去到那种呢 很平平实实地做他 忠实做当时陈从精角色的人 那你两个之间的感觉就很奇怪 OK 即你问我 他以前做什么重庆森林啊 是不是 拍什么色戒啊 那你会留下深刻印象 其实我这个印象分是很重要 就是你看完之后 两个星期等开他 你还不记不记得这个人呢 这个是关键 色戒 和重庆森林 这些类似的电影呢 是会使你记得的 OK 那没有王家伟 是没有这个梁朝伟 梁朝伟80年代 新宅师兄年代 或者他 蒙龙夜雨女的年代 谁人认识他 对不对 韦小宝的年代 是认识一下的 但是他红的程度 一定不及很多 当时很多的演员 OK 他之所以真的爆红 是有很多契机机缘巧合的 尤其90年代 拍一大堆王家伟的电影 而他是不是真的 很有魅力性格呢 这些都是很多李安 很多的电影人 捧出来的东西 日美之词很多 我不认为他是一个 非常不合格的演员 不是 他是合格的演员 但他不是一个 在我心目中很主观的 在我心目中很好的演员 OK 那何况做个演员呢 不止你做个演员本身 还要你要有功德 什么叫功德呢 功德就是说 对于历史的是非 要清晰的判断 梁朝伟2002年 我再说多一次 希望大家明白 怎样我对于梁朝伟 不是很欣赏 一来他气 真是 我顶多可以说中间 偏中中上 我这么说中中上 中上我都说不上 中中上 但他的人格 或者他的阅历 他对市民的见解 真是不合格的 他2002年接受 左右接受B International 访问的时候 一份杂志 当时的B International 访问的时候 谈及自己新片 英雄中的角色 英雄 张艺谋的电影 讲到这个有机会刺杀秦王的刺客 就是惊恶 最后放弃 是由于他认为刺杀秦王 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 这个就是 张艺谋卖屁股给共产党的一部戏 OK 他就是要讲这件事 要讲这个Theme 跟着他自己 further 讲到 他讲这个无论 这个顺着戏 那个戏 那个脈絡地说 我看过英雄他传达这个概念 就是我最后一面不杀秦千王 是因为怕天下大劣 有一个主心骨是重要的 就算他多么残暴 多么不仁 多么極权 多么凶狠 多么为人所征户 但我们都不可以杀他 杀错了 跟着自己放弃 这个就是很多中国人 对于习近平 以前毛邓江胡习 一大堆中共这种东西 的一种观感 这个大错特错 这个就是正正最大的错误 跟着他呢 就怎样说呢 继续讲到自己八九年 当年都没有参加任何的游行 那你当然有参与 与不参与游行集会的自由 但是当时呢 香港有150万人呢 大游行 OK 也都很清楚是非黑白 无论当日有没有参与游行的 没有人 会认为呢 就是 屠城是对的 但是他没有参与游行 不要紧 我尊重你的决定 当时小弟我这么小 都有参与了 他说呢 他认同北京政府维持稳定 就是他用这件事 来反衬在张艺谋的英雄这个电影 讲的那个寓意 此言大谋 他说呢 认同北京政府维持稳定 他说这样处理到对大家都好 怎样对大家都好 对天安门广场的死难者 对天安门母亲 对于后来一直以来的维权的人 维护人权捍卫人权的人 由李旺洋 一直到最近的袁曼生 中间跳过的709 一大堆的律师 你熟视无睹的 你会觉得 这个大的稳定是靠专制 是靠独裁 专制独裁 维持好的话 少少苦楚等于激励 激励 死人 杀人 铲瓶 撞瓜 枪斃 鼓励 所以这种这样的做法 是很难顶 当年的《苹果日报》 当年的《大纪元》 都有报道 而且当年的香港民主派 都争相回应 反驳梁朝伟这番谋论 到今天 他没有说到 当然 也是这番说话 他拿到入中国的投名状 入到通关物语通过 逐渐和刘嘉宁一起回去中国拍一大堆的电影 开始那些电影都有些含量 现在越拍越垃圾 OK 这一套 这一套所谓的金手指 当然 亦都要有中国合拍成份 亦都要去中国上映 飘防 都收得不错 当然没有《独视大作》收得那么好 但你问我 做演员 你能够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给别人 就觉得 哇 入刑入格 我不会觉得金手指 你拍得好 那你说 那十几年被安慰奖给他 他都不想安慰 六次 那你拿多少次 不重要 小弟当时 拿第一名 多多次 很多同学 都小时候 说 你要考那么多次 第一 让个第一给我也好 第一怎么让给我也 我真的不明白 怎么让 是不是出猫 我真的不知道 好像那个 非洲三个跑手一样 让给何杰 嘿嘿嘿 让给你 是不是这样让给你 我不知道怎么让给你 所以那些东西 不能同一 有多少次 你每次都拿无所谓 总之你永远都是香港 真实最好的演员的 颁给你的 实至名归的 没问题 但他是不是真的是 香港最好的男演员呢 是不是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我觉得有个疑问 是不是 王子华 你怎么说他都好 我会觉得他做 那套 那套 就是那套 毒舌大壮呢 做得都入仁入格 不是漂泡高修为什麽 OK啊 好天啊 你问我 王子华 我只是不说以前以后的东西 王子华做毒舌大壮好 还是梁朝伟做这个 金手指好 我认为是王子华做得好一点 我先不要说什么中枝啊 不要说红色啊 不要说前因后果 我只是看那套戏而已 就这样 跟着我们不看那套戏 我们看个人格 就是这样 这个不是人格 不简单 就是你 越小 你的月历 你怎样去看世间的事 怎样分真假对错 你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你都没有这样的签势 当你不够sensitive 当你不够贴近人心 你怎样可能做到一个好的演员呢 当你说 我当时就是 认同北京政府要维持稳定 这样处理对大家都好 所以没有参加任何游行 基本上你支持北京政府 镇压八九民运 血洗北京 六四 这件事的话 我绝对没有办法认同 以前六七年暴动 石旗富慧 拿着一本红宝书 跟着在一个港督府面前 不停在那样 不过说是否搞错 死坐仔死坐派的演员 收皮啦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香港人 不会对于这个人 是会有一定的反抗呢 好了 你说电影是文艺 不是正事 各位 我们看一个演员 是Gestaut 就是全人格去看的 就是今天你既要看他 本身的人格 因为人格 会牵涉到他能不能够看事物 看得 纤细 好人的一些很仔细的情感 可以全盘地掌握好 所以我不是一个好演员 好演员有sensitivity sense and sensitivity ok sensibility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件事 你的sense 是要有 他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这样去做个角色 有 但他不是 真的 对于世间的事 不认识的话 请他不要说 就是我们可以说 梁朝伟 如果你真的对于这件事 不想说政治 那请你不要说 你讲政治 我就讲你的了 就是 我基本认识就是这样 你不可以说是桑普 评论梁朝伟 你浪費气 他是演员 你不要要求他这么多 不好意思 我不是要求他这么多 而是说错的 是值得批评 因为涉及到公义 他从来都没有道歉过 亦都因为他这件事 一头鸣状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 是真的一般 不好意思 很多人希望我说一些 就是 语面面的说话 令大家开心一点 但我真的不是 哄大家开心的 我只是说 我对他的印象 基本上是不高的 不高 真是不高 如果你说 得罪很多 梁朝伟的气迷 我都在手不息 因为我做人就是说 有了一句 说了一句 OK 不是说 硬硬去做一些 大家都不想做的事 你说香港有没有好的电影人 很多 吴伟伟说 没有感受到 上下一心去拍这部电影 这个是毒舌大撞的朋友 他说 我觉得这件事 比拿掌更加重要 我希望越来越艰难拍 港产片的时候 每一部电影 每一个电影人 大家都是上下一心 去做好大家手上的电影 《明岸》这部电影的导演 鄭宝瑞说 拍的过程有很多无力感 但一部一部 这部电影都带给他 上来拿掌 所有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 好好地拍电影下去 尤其我的女儿和太太 现在在加拿大 虽然我们不是身边 但我们永远都在一起 多谢 任用我成长的香港电影 香港电影加油 四拍四家族的罗泰烈罗斌说 这是一部香港音乐电影 多谢大家支持 导演的支持 我知道我们的票房不高 我觉得是你们的损失 希望你们进去电影院看 他说 多谢小孙女给她灵感 在电影中写了一首歌 讲人生 这位小孙女可能现在不能理解 人生就有起起落落 落上落落上上上 基本上暗示什么呢 永远都是有不断的颠簇 颠簇的 就是会有上上落落的 不要太介意 百日之下的梁雍廷说 希望大家继续愿意做一个善良的人 善良 百日之下的余香迎说 作为一个女性 无论在人生什么阶段 都可以努力追求梦想 那你希望她更成功 年少日记的卓易谦也说 阿昌 未来的你一定会遭遇失败和低潮 但你不要忘记拍戏的时间 你的时间 那么多 幸好 遇到一班那么好的人 跟你一起走 他们陪着你帮你 令你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他们相信你 阿昌 请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 继续相信 那这一件事是 对自己的信念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看回 欧嘉倫 都在她的Facebook里引述了一些重要的句子 比如说 长大以后 你就能变成想要成为的大人 加油 这些是电影的独白 可能我们试过一千次都没用 但说不定 这次就会改变 这种事每日都再发生 未将来都会继续发生 法律面前 窮人含L 大家知道在说什么了 恶未必有恶报 但我会选择公义和善良 今天 这里 everything is wrong 全部这些 都是 毒舌大壮的对白 今天 这里 everything is wrong 谈花于都市各浅 色彩悄悄退去 将梦见从前 这个是歌词 接着他说 也有对白说 他可能会记不得的 任我们帮他记住 这里是一个懲罰梦想的地方 有歌词说 能所快结束 需要活动和勇气 谁保证热血 可对换动人见尾 一个人 都有九个 带着后悔入棺材 我不想是其中一个 不要为了做对一件事 弦海角 OK 这个就是 看到的很多的 进语了 也希望大家知道 无论你叫鲜浪辞华好 不叫鲜浪辞华好 不叫鲜浪辞华好 很多的导演都一直希望 拍香港电影 不要有这些标签先 就是拍香港电影 是希望 说得出香港人的心 就是我们现在的心 在想着些什么 是很重要 就是不要经常给一些 就是 忧怀喪智 蚕食了自己的心 要希望 OK 要给希望给人家 要给前进的动力给人家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今天讲到梁朝伟 讲这个六四 就是不得不提 最近的一宗 新闻 胡耀邦逝世35周年 胡耀邦的家人 就是在共青城祭殿之祭 在4月15日就是 就是在昨天 当局依然暗中打压民间悼念活动 中组部前官员中药 胡耀邦平反政治战民的文章被禁止 北京之心记者斥责封杀动作 是对当前全过程民主的嘲讽 其实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基本上是说 基本上对于习近平的一种无声的反抗 中共中央组织部退休官员 盐均 其間平凡冤架錯案落實幹部政策 立下不可磨滅公職 但他可以被稱之為真正的偉大歷史公分 就是其中克服了黨內重重阻力 在1980年代初期 為中國兩千多萬的地庫、地主和婦人 為主體的四類分子就是地庫返懷、全部摘母 從而解放一億多的新中國政治戰物 這個是重要的 當然是跟評價冤架錯案很有關係 也就是說不再搞這些黑五類的標籤 所以我說胡彥邦當然他做了很多事情 但這些是他的公分 80年代我極度會尊重 一個就是胡彥邦 在中共裏面是胡彥邦 一個是趙紫陽 胡彥邦 基本上是做正確的事情 當然他之前和趙紫陽之前 甚至在80年代的時間 很多的問題都會出現 但是說他很多的 真是中共這兩個官員 是比較特殊的例子 真的走出一種叫做 殺人 維護政權 不擇手段的一種倭寇 我想這件事是重要的 嚴懷在文章見尾寫說 如果說35年前被廢絕的趙紫陽 是中共智慧的大腦 那35年前 世世的胡彥邦 就是中共善良的心臟 嘩 還要寫這麼清晰的文章 在這個地方 一點都不容易 這個嚴懷 這些文章迅速在微信朋友圈 和一些群組內傳播 星期日14日在微信上被封殺 嚴懷的微信帳號也被禁延兩週 嚴懷證實他這篇文章 發表之後被禁止發言 而微博上也未顯示 任何一條本年度紀念的活動內容 北京資深記者高如 發推文說 在這個敏感日 北京和中國多地有公民 被上綱和限制自由24小時 高如說 當局用上綱 即是做事的方式 上綱就是說 全部阻止民眾紀念中共開明領導人 是對他宣稱 全過程民主機動嘲諷 我就不會這麼說 即基本上 擺明是禁言的了 擺明是拘捕了 全面管治權 一定是這麼做 那他就 高如認為 胡耀邦是中共黨內 最具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風的 中共領導人 曾經推開中共改革之門的縫隙 他說他最有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風 他的改革開放做了兩件大事 就是在華國鋒主政的時候 組織上 組織上 平反冤架錯案 另一個就是真理標準大辯論 那什麼叫做改革開放呢? 爆童有個命題 改革就是改錯 改誰的錯呢? 當然是改毛澤東的錯 真正開放大政方針的補局 在77年、78年全部鋪開 這都是胡耀邦的功勞 而中國人權執行主任周峰水都表示 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 和很多老百姓 將胡耀邦視為改革開放的代表 但在86學潮之後 胡耀邦避免去總書記的職務 一直到他去世 1989年4月15日 他的改革理想未酬 因此他去世後引發八九學運 八九民運、學運 是被中共鎮壓 也將中共黨內推行改革的可能性 扼殺桌盡 之後不再出現 類似胡耀邦、趙智陽之類的人 在89年 學生的請願7條 最重要的2條 第一是新民自由 另外就是要求官員公佈財產 其實在胡耀邦被罷免之前也想推動 在那個時候 共產黨內部都有改革的可能性 89年共產黨是有機會的 可以選擇從事年 89年鎮壓之後 將共產黨內部有良心的人都趕出來 共產黨沒有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共產黨要接受歷史的全面審判 我是同意這個論述的 那麼 胡耀邦骨灰被撞於 在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 胡耀邦之子胡德華 對這個記者說 他和家人在江西共青城 胡耀邦領餘的數目活動 沒有受官方阻擾 那麼 親人了嘛 但其他人走難說了 出生在1915年的胡耀邦 在文革之後的華國鋒時代 得到重用 成為中組部部長期間 開始了平反冤架創運工作 這個是被認為推動改革的前期組織準備 在上世紀80年代初 完成向中共中央領導人角色的轉變之後 開始推動改革 其中包括了1982年9月 照一個中共十二大上面 十二大 不是二十大 十二大 推出黨章修改 到1986年 著手推動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 當然現在什麼都沒有 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 放寬民族自治權 所以他當時對西藏相當不錯 無論新疆、西藏對於胡耀邦的得正 是清楚的 但1989年 誰去鎮壓西藏呢 鄧小平派胡錦濤去做這件事 所以由頭銘狀 又可以扶耀直上 總之你殺過人 做過壞事 你就等於交了一份頭銘狀給共產黨 胡耀邦當然不是這種人 當然胡耀邦他又改革 受到中共保守派的制裁 甚至觸犯到鄧小平的紅線 大家看看陳雲、鄧力群、李鵬、李先念 這些人基本上是對於胡耀邦相當感冒的 1986年底 中國各地白髮學潮 導致胡耀邦被迫辭去中共總書籍的一職 去到1989年 他小小成為八九航運的導火線 這件事大家是很清楚的 請問 梁朝偉是否清楚呢 如果他不認識 就不要亂說 說錯了 就要認 認錯了就要改 甚麼都沒有 那你說 你不可以要求這個梁朝偉這樣 不好意思 我這個要求不只是對梁朝偉 是對所有藍絲 不分職業 我理得你是不是做演員 是不是做政治評論人 是不是有甚麼學識 是不是學士、碩士、博士 是讀多少書 拿的士也好 做甚麼都好 這些是基本原則嘛 如果你連基本原則都沒有的話 怎麼回答 是做人的問題 OK 面對真善美信望外的根本問題 所以我對梁朝偉的評價不高 這個人不敢恭維 他的戲中中上 就是這樣 但我不會認為他 很令人覺得激節讚賞 我看到他有些戲 的確做得是不錯的 OK 但是你問我 做得比較好戲的人 周潤發、王一華一大堆 我個人在王一華比較偏心 他真的做得很好 五項女型的角色 都做到入營入隔 這個是我比較欣賞的人 你說 他都是跟共產黨的明星足球隊那些 不明白 我只是在戲劇上 演藝上 我這樣評論而已 但我會覺得 你問我 我對梁朝偉的印象分 是不高的 OK 這個是我個人的看法 你或者不同意 不要緊 我不同意 但尊重 OK 我們下一節做到其他議題 OK 很可憐